我的战机变化非常大 克里桑也是一直在进步 所以说这个正手是激情 电线 可以拉 比较擅长于拉斜线 调打 除了赛夫和克里桑 小低抛的小侧拳 动作比较小 赛夫还是竭尽全力 赛夫发球 非常的紧张 所以也打了折扣 赛夫发球 克里桑这名选手研究的透枪 同时我们特别对这年轻的比赛当中 我们都进行一些录像 对 普遍反应比较轻松 因为队员参加比赛的相对较少 对 李小冬 女队来了女队的主角 他们目前这次比赛应该算是观察的阶段 对 优秀的选手 包括年轻的 对 包括今天下午 资路来进行冬天的训练 年前是3比2战胜的克里桑 但是今天跟我们中国运动员区别还是比较大 你像他水片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应该说他们的技术还是非常全面的 对 这么顽强 这点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尊敬 好 打油了可以不能讲 对 好我们来看 极不利的情况下 赛福 短球也斗不过赛福 没有那种老太隆重的感觉 对对对 也没想保啊 可能有想法 对 心里的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就看你怎么去调整自己 这是第四局前三局赛福是3比0领先 对对 对对 比4加 狭路相逢 比10的赛福对罗马尼亚的克里桑 反冲 好球 这球的就会来 消一板 小测拳 我觉得有一个他 非常敬业 其他的工作也没有啊 非常的拼 放高球 白短 现在的没有出来 对总觉得赛福老了 对 调短球 正手拉 还是 这样呢 赛福就以11比6 非常好吗 很好